杜特尔特上台五年来 从没住过他的总统官邸 因为传闻总统府闹鬼 夜里经常会有诡异的脚步声 老度怕鬼 所以登选后坚持在自己家里办公 不过对于政治了解的都知道 怕鬼是惯用借口 时不时的就会发生一国领袖 因为怕鬼而不住政府官邸的情况 尤其是那些曾被美国深度掌控的国家 总统府闹鬼就经常发生 2012年安倍当选首相后 打死不肯住进首相府 宁愿住在色谷的家 每天坐车去上班 安倍对外宣称我怕鬼 实则是担心美国对于首相府的监听 当时斯诺登还没爆出 美国冷静门的全球监控计划 安倍就有如此警觉 不愧是老有条政客 而菲律宾作为美国 以前唯一的海外殖民地 深受美国影响 杜特尔特也觉得总统府有鬼 于是学起安倍那一套 说我怕鬼 我就在家里办公 这些领袖所谓怕的鬼 不是鬼魂幽灵 而是真实的美国监控计划 如今一晃五年过去 杜特尔特还是坐着他的直升机 来到国会发表任内最后一次国庆咨文 2016年老都上台前 中费关系非常糟糕 前总统阿基诺三世 完全配合美国的反华政策 在南海问题上给中国大涨麻烦 甚至搞出了荒唐的南海仲裁案 中费关系剑拔弩张 经贸停滞 多少菲律宾香蕉烂在了码头上 而2016年杜特尔特上台后 中费关系迅速改善 南海的事也不提了 香蕉又能卖出去了 两国关系几乎180度大转弯 有人说杜特尔特是亲中的 因为老杜的外顾是菲律宾华人 不过要说老杜亲中有些牵强 你只能说他是个实施物的人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评价杜特尔特的话 我觉得他是一个实施物的老流氓 杜特尔特无论在菲律宾 还是在全世界的领导人里 都是狠角色 他上台就三个字 杀杀杀 在他当市长和后来当总统期间 经常会自爆横事 说自己16岁就用刀童死了同学 大学时候直接朝同学开枪 打架斗殴更是家常便饭 老杜靠着家里关系执政后 形势风格也是一贯的凶狠 他发誓要让他管理的达卧室 成为东南亚最和平的城市 于是实行最严厉的打击政策 那些严重扰乱治安的犯罪者 警察直接杀 不用什么逮捕 审判 定罪 直接杀就行 后来有人举报说 老杜直接花钱买杀手 先后杀死当地1000多名 未经审判的罪犯 这种流氓风格 到他当了总统后也一样 菲律宾毒品问题猖獗 老杜抄铁丸扫毒 也是一样 对待毒贩 直接杀 没有逮捕 没有审判 直接接头就处死毒贩 从2016到20204年底 共计有8000多名毒贩 被直接杀死 为此国际刑事法院 要控告老杜犯下反人类罪 老杜屁股一扭 直接退出了国际刑事法庭 然后表示 你真没见过这样当领导人的 他是在用最粗暴的方法 避免让菲律宾变成墨西哥 这种毒枭猖獗的国家 而与铁腕执政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老杜对待中国的态度 是非常友好的 这几年 因为中国海警的不断巡逻 和宣誓主权 菲律宾渔民 已经没法来南海偷鱼了 以前来南海偷鱼 一个星期就能搞到四五吨鱼货 而今只能搞到急痛鱼 因为中国海警 加强了对主权的维护 海军或海岸警卫队 全是中国船 对此 杜特尔特这个实时务的老流氓 也抢得非常明白 杜特尔特说 如果现在去和中国开战 那将是一场大屠杀 我们和中国 根本称不上是相匹配的对手 难道我要派我的人民去送死吗 老杜就是这么个 讲真话办实事的人 哪些是对国家有利 哪些是对国家有害 他非常清楚 而且也从不藏着掖着 非常真实 而老杜的对华友好政策 也得到了很积极的回报 虽然南海是没法去了 可是菲律宾这几年在经贸合作上 老杜的好处一点不少 甚至可以说 比损失的那些余货 货利要多得多 另外在这轮大疫情的冲击下 中国也是第一个出手 给菲律宾送疫苗的国家 老杜自己也非常感谢中国的帮助 还亲自上阵 雕气袖子就打了中国科兴疫苗 虽然老杜对待中国友善 但菲律宾国内的反中势力一直存在 而且菲律宾总统 一人六年 且不能连任 也就是明年 老杜就必须下台了 老杜下台后中非关系会不会恶化 况且菲律宾反对派一直在策划一场 针对杜特尔特的审判和追责 因为铁腕反毒被指控滥杀无辜 侵害人权 因为友善中国被指控是中国走狗 菲律宾叛徒 杜特尔特下台后很危险 抗议人群还高举 上个月死了的阿基诺三社的照片 怀念他执政时对中国的强硬 还有人把老杜的头给砍了 串在了竹子上 意思是要给老杜判处急刑 这些都造成了杜特尔特心底里的恐慌 因为一旦下台 很可能遭到反对派清算 然后上诉到法院把他给抓了审判 为此老杜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保平安 就是对明年的大选早做安排 要安排上一个自己的亲信 这样即便下台了 也没人能抓他 最开始老杜瞄准了菲律宾最知名的人 那位和梅威色开打世纪之战的拳击手帕奎奥 帕奎奥从拳坛到政坛 当了菲律宾的参议员 是老杜一手培养的盟友 老杜也是用接班人的规格 在培养帕奎奥 希望2022年帕奎奥能参选总统 接他的位置 但是从2020年开始 两人关心核化 恶化的主要问题是中国问题 这两个人在对待中国上 看法接任相反 老杜坚持和中国友善 对我们最有利 帕奎奥觉得对中国一直转下去 他接受不了 因为这个问题 两位亲密盟友闹翻了 老杜骂帕奎奥应该多去读读书 外交和国际政治是你缺乏的东西 帕奎奥则反骂杜特尔特毫无立场 在南海不作为 上个月两人又骂起来了 因为老杜在一场演讲里说 菲律宾欠中国一笔俱赛 我们对中国在抗议上 给菲律宾的帮助感激不尽 帕奎奥听了这话很不舒服 马上骂老杜缺乏立场 令人沮丧 这样一来 两个人就彻底闹翻了 于是老杜只好再找接班人 这回他找到了菲律宾的前独裁者 马克思的儿子 马克思从1965年到1986年 独裁统治了菲律宾20年 搞起了裙带资本主义 1983年 阿基诺二世从美国回菲律宾 准备竞选总统 阿基诺二世从美国回来 要和马克思争夺总统大位 可谁想到刚下飞机 阿基诺二世就直接被杀了 因为枪杀正敌 引起巨大民愤 加上经济越搞越差 到了1986年 在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后 独裁者马克思选择开溜 流亡到夏威夷去了 后来死在了夏威夷 于是在帕国耀之后 杜特尔特就找了这个小马克思来合作 而小马克思也乐意和老杜合作 这样也可能夺回政权 可到了今年 老杜还是觉得心里没底 这等于是把自己的命运 全交到了别人手上 万一这个小马克思来个翻脸 上台后还是要搞我怎么办 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最放心 于是老杜就想出了一个新招 除了拿小马克思当盟友外 他还决定继续当副总统 虽然菲律宾宪法规定 总统只能当一届 可没有规定当了总统 这会议上突然说我被大家呼吁去 我竞选副总统的真情时感受打动 对于这个提议我稍微有些接受了 我的意思是我正在认真考虑 明年去当副总统 菲律宾的法律和其他国家不一样 其他国家是副总统有总统选择 然后两人捆绑在一起共同竞选 而菲律宾是各选各的 所以就可能会出现正副总统 分数不同党派的情况 老杜想要明年去竞选副总统 这样副总统一样可以拿到刑事后免权 免于他被起诉 老杜找了盟友小马克斯 又要自己去选副总统 可就是这样 他这颗悬着的心还没法放假 最后他还要再加一手 就是让自己的女儿明年也去竞选总统 来个三保险 杜特尔特的女儿沙拉杜特尔特 继承了他老爸凶狠的风格 别看这把阿姨笑起来很甜 狠起来一点也不手软 沙拉刚当上市长的时候 最著名的事件就是对着一名警察 就是一拳 然后一顿胖揍 因为这些警察去强行拆毁民房 引起公愤 市长带头狠狠揍了那群警察 这一顿揍 把沙拉的名号揍了出来 也让他顺利接班 家族在当地的所有政治势力 自此以后 沙拉的仕途就走得很稳当 受到当地民众爱戴 或许有人会觉得奇怪 杜特尔特让自己女儿去当市长 又安排他拒接自己的班 这么赤裸裸的家族政治 菲律宾人不抗议吗 老爹是总统 女儿还是总统 父亲是总统 儿子也还是总统 其实这在菲律宾非常司空见怪 就是菲律宾的政治派伐 阿基诺一世是中议长 阿基诺二世被暗杀 但他老婆后来当上了菲律宾总统 阿基诺三世也当了菲律宾总统 还有独裁者马克思家族 马克思独裁菲律宾几十年 今天儿子一样活跃于政坛 又要去竞选总统了 所以杜特尔特要拉女儿来接班 这事在菲律宾一点不稀奇 菲律宾从北到南 大致分为七个政治家族 总统基本就在这七个家族里产生 再加上一些家族间的联姻 整个菲律宾的政治圈子 可以说是越来越小了 你能不能当总统 基本上在你出身那一刻就决定了 从6月开始 老杜的女儿沙拉 就频繁走访其他政治家族 寻求大选支持 而且好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 目前已经有三大家族 支持沙拉去当总统了 从最新民调来看也是如此 在2022年的竞选者中 老杜的女儿 以28%的支持率排在第一 与第二名的差距有一倍之多 而被老杜抛弃的拳击手帕奎奥 支持度仅8% 而在副总统支持度中 老杜的支持率也是排名第一的 为18% 这么看来 爹和女儿都是支持率第一 未来菲律宾难道会出现 女儿是总统 爹是副总统的妇女党吗 如果真是这样 那杜特尔特家族 将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政治家族了 这对国家来说是悲哀还是好事呢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如果2022年老杜家族当了正副总统 那中非关系也会像过去六年那般 顺利友善的发展下去 菲律宾不会在南海来给你闹事 而中非经贸合作也会不断加深 所以还是希望菲律宾这位实施物的流氓 继续执掌菲律宾